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世家和联务外销至中国占总外销量占比分别为95%及97% 针对中方的最新禁令 台湾行政院发言人罗炳呈周日指出 对于中国破坏两岸正常贸易机制且违反国际规范的平面做法 行政院严重谴责 将权力保障农民权益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谢也通过台湾外交部推特页面表示 继一系列军事威胁后 中国又将贸易当作武器 这种具敌意的行为已违反国际贸易规范 他反问道 中国想加入高标准的CPTPP 这是笑话吗 今年3月 中国以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为由 暂停进口台湾凤梨 台湾通过爱国菠萝热潮和拓展以日本为首的其他市场 尽力减低了中国市场腰斩所带来的冲击 上个月 当被德国之声记者问及是否会有下一场水果政治角历史 水果政治学作者焦军没有肯定的答案 但他预言 接下来可能被大陆锁定的水果应该是菠萝世家 菠萝世家在10月底11月初进入财收季 并在农历春节前盛产 比较起有外销日本经验的台湾菠萝 99%菠萝世家都依赖中国市场 加上不是日本准入品项 除非打开东南亚市场 否则将会受到直接冲击 世家又称芬里芝 这种原产于南美洲的热带水果 引入台湾后的改良品种 也被称作菠萝世家 第二个新闻事件 恒大启动实务兑付债务 恒大财富周六在微信上发布消息称 实务财富兑换兑付已经开始 投资者若有实务资产兑付要求 可以联系投资顾问 或到各地接待地点投资询办理 据财新报道 恒大财富有达400亿元人民币 约合53亿美元的理财产品已经到期 购买理财产品的多为个人投资者 而购买恒大财富的理财产品的客户超过7万 其中包括许多恒大集团员工 恒大客户服务部负责人周日表示 支付方式将取决于所在地的规定条件 根据此前公布的兑付方案 恒大财富将提供现金分期兑付 实务资产兑付 冲底房购房尾款兑付三种方案 投资者可以在三种方案中选择其一 或者组合任意两种及三种方案兑付 现金分期兑付只针对合约到期的理财产品 实务兑付范围包括到期产品 及投资人要求提前兑付的产品 根据恒大财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杜亮的说法 恒大各地区公司要把所有 以取证未受的住宅公寓和商铺等资产拿出来 住宅公寓商铺和车位 分别按照当期售价基础 打7.2者5.4者和4.8者 此前恒大证实了集团高管 提前赎回恒大资产产品的消息 恒大方面于周六凌晨发布公告 称已要求该六名管理人员 提前赎回的所有款项必须限期返还 并给予严厉惩处 恒大集团是中国第二大房地产开发商 目前负责大约3000亿美元 其中包括银行贷款 债券 信托产品 以及拖欠承包商和供应商的款项等 从今年年初至今 恒大集团的股票价格已经缩水了大约四分之三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 香港选委会周日投票 警察严防死守 据香港明报报道 本次选举可以投票的选民有约4800人 但警务处长肖泽易 周六出席香港警察学院结业仪式时披露 当局将在周日部署5000至6000名警力 参与全日行动 包括在票站 宜代等高危地区进行高姿态巡逻 并调派便衣警察搜查可疑者 以此确保选举在公平公正安全的环境下进行 避免有人借此机会破坏选举 肖泽易还表示 目前暂时未收到有人想影响选举的情报 但呼吁市民 若有任何消息尽管通知警方 警方每日在线上线下留意是否有违法行为 一旦发现会果断执法 据悉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三月修改香港选举机制 新的选委会将由五大界别 共1500名选委产生 除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和立法会代表 以及没有竞争而自动当选席位之外 本次选举预计将选出364人 作为选举选委会成员 香港政务司长李家超周六表示 本次选举是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重要一步 第四个新闻事件 中国最高检察院入驻中国证监会 中国最高检察院9月18日发布消息 宣布最高检驻中国证监会检察室正式成立 当天 最高检党组书记兼检察长张军 与证监会党委书记兼主席议会满 共同为驻会检察室接了牌 并分别在接牌仪式上发表了讲话 据中国官媒报道 张军在接牌仪式上的讲话中声称 设立驻会检察室 是最高检与证监会合力落实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 而采取的举措 发挥检察院的检察职能 对各类市场主体依法从严监管 议会满则在讲话中表示 设立诸会检察室 有利于实现行政执法与行政司法的衔接 增强打击证券违法犯罪的力度 意义重大 影响深远 中共官媒澎湃新闻在相关报道中强调 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 财务造假 内幕交易 操纵市场等证券违法犯罪活动 覆盖了资本市场各个领域 引发社会关注的大案频发 违法或游走于违法边缘的高技术 隐蔽的产业链逐步形成 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叠加外溢 报道引述中共最高检第四检察厅厅长 郑新检表示 在上述社会背景下 设立助会检察室 有利于强化证券犯罪案件 移送和追踪监督 从刑设立案的源头 证实证券犯罪应移 禁移 恰逢中国恒大集团战武危机大爆发 已然大厦将倾 微如雷软之际 中共最高检宣布入住证监会 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与揣测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